你當他是任何一個人死都可以 我沒有說他是李小龍 我沒有說過他是李小龍 但是後面那個我就怎麼看了 是悲信一件真事 李小龍是真的寫過一封這樣的信 大家看到在畫面上的字體 是李小龍他寫了信的字體 的內容是全部一樣我沒有刪鑑到 當時他的環境就是這麼不堪 他是一個自己身體有障礙受了傷 經濟非常之結局 但是他還去寫信去鼓勵他的好朋友 所以Eric就覺得很適合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我們經常都是身處逆境的 我們就算在幾幸福的地方 好像香港我們都是身處逆境的 但是我們的力量在哪裡來 當然好像我這樣 我有宗教信仰 我的力量在宗教信仰 在我們的主那裡來 但是一般人他怎樣去找這種力量 我們就很多時候要借鏡 我們就很多時候前人 他有很多寶貝的經歷 李小龍是其中一個 Eric你有什麼位要補充一下 你幫我 我知道你叫你說話參加打你 我想其實今次這一套 阿唐的作品是十四年前 十四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拿出來 其實不是說要去表揚歐金棠做過什麼 其實反而我想大家的目標就是 把李小龍的精神或者他的態度拿出來給大家 首要就是說我們阿唐拍了這一套短片 其實是李小龍的過去 我和阿唐一齊去重新去做那個結局 正說1970年那個 是李小龍的當時 一陣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看到 李小龍那套Documentary 其實是講李小龍的將來 所以其實我們把整件事 概括了就是李小龍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 是推翻到以前 我們看回整件事 讓人們明白就是 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或者去做很多事 其實都有歷史 和現在和將來 這件事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 整件事很完整 看到李小龍的一生 來做一個借鏡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故事 不是一個電影編劇編出來的故事 而是一個歷史 是真有這個人 李小龍大家覺得他是一個神話 一個很厲害的人 做了出來 其實他和你和我都一樣 一個普通人 由一個普通人去創造這個神話 我覺得這件事 是你們都做到的 我們都做到的 做不到十成 做到七成八成 我想大家的成就都非凡 所以我希望借李小龍 這個人物的歷史 去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但是先要你們肯去做 和肯去嘗試 結果就是你們的將來 這就是我們希望在這個電影中 或者接下來我們做很多事情 慢慢嘗試把李小龍的精神 和他的哲學帶給大家 然後大家可以從中 會否又得到一些啟發 或者有一個字半個字的得著 我覺得都是好的 這是我和阿唐不停去做一些 關於李小龍的事情 希望帶到出來的訊息 時間呢 一分一秒鐘過去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所以很多時候 比如看電影 《Trump Roller》的時候 不走有好處 現在很多電影在後面 《Iron Man》 然後你們會看到後面 有些什麼Trailer 有些新的片段 我都有一個好像詩編 那樣的東西出來給大家看到 那這篇詩我很喜歡 但是這篇詩 知不知道這篇詩在哪裏 其實呢 李小龍的兒子叫李國豪 這是一支拍電影的意外 都是死了的 撞在他爸爸旁邊 這一篇呢 其實是李國豪的毛致命 在他墳墓的墓碑上面 就刻了這一篇詩下去 是英文 我譯了它做中文 就是講人生是幾個無常呢 我們可以掌握的有多少日子呢 我覺得 就看得到 反映到他們兩父子的一個人生 很光彩 但是 是不是 告訴我們現在還在這裏 在世的人 聽一下 要掌握我們應該有的時間 掌握我們有的時間 有的機會去做 我們想做 或者未做的事情呢 那我覺得 這一篇毛致命 就是整套戲的點題 所以你可以在有幾多個 某年某元 有個部發磨的 黑骨銘心的陷 我就是看到這一篇毛致命 就想起這套電影的故事 和這個電影的名字 接下來我們就說明是交流 不要因為只是你講我講 我希望大家吸收 也可以有些提問 時間不是太多 但是我希望可以提問 但是根據香港的觀眾的慣例 就是冷一點的 我希望有些勇敢一點的 可以想一下有些什麼 可以問我們 大家聊天 這個時間大家在想的時候 都要多謝 第一 非常多謝我拍檔 Eric 我們終於這套戲上了 很多謝BC的 八卦會電影中心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幫忙 就是煩了他們很多 很多謝工作人員 還有就是 安樂電影公司發行 都有很多的支持 那 今天很多謝我們拍檔 Sindy Sindy在後面 和我聯絡很多 大學的同學仔 朋友等等 和我做很多宣傳的工作 那不可以不多謝 今天我太太 來幫我做場務 我們今天很多工作人員 就是以前拍戲的工作人員 都有來看十多年 然後來看那個滋味都在滲透 也要多謝Hot Toys Hot Toys 他們有一個很支持的 大家今天有一些很漂亮的線仔 外面有一個李小龍的新的figure 他們會 現在快要有得買的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今年 李小龍剛才說了 七十周年的名秀 這個日子 在日後 Hot Toys 都會根據1959某人某 這個李小龍當年年青的形象 是做一個這樣年青版的李小龍出來的 都是全球第一個 因為多數做真的 當然是根據他的電影故事裡面的角色去做 《真神人物》 Eric Soll做了 有二十四個 李小龍是很時裝的 用時裝去表達李小龍 但是Hot Toys 將會做一個根據1959某人某這部戲 裡面的形象 我這部戲裡面的形象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是跟李小龍去穿某一套衣服 那張照片和他的動靜 他的很誇張的表情 說話的語氣 也是根據他當時 一套叫人海孤雄的電影裡面 可能大家未必這麼有機會看到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孤本 全世界一個版本 就是電影資料館那裡 很難聽得到的 都是根據那個形象去創造 這個細鳳的形象在這裡